大家好,我是阿苦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我解鎖了一個個人成就 是什麼呢? 如果關注我頻道的粉絲應該知道 就是我的影片被人搬運到B站了 這對已經出名的Youtuber來說 應該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但是身為一個訂閱數才5000多人 影片平均大概才幾百 喔幾千觀看的頻道 總覺得這件事情應該不會發生到我身上吧 不過現實總是比漫畫靈奇 總是發生了 今天就趁這個機會來聊聊事情的發生開始 以及我怎麼想 以及未來我的處置 那非要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先說我怎麼發現的 事情是在我晚上收到一份路人寄給我的email 說我的影片被搬運到B站 在這邊先感謝Gmail給我的路人 感謝您的通知 至於被搬運哪部影片是沒有提 但是我大概心裡有數 所以到B站收學的勇者鬥龍之後 就找到了 果然是最近流量不錯的 從您開始用的鬥龍的影片 雖然我個人的口屁上在觀看造成一些困擾 但是大部分觀眾對內容都感到評價不錯 在這邊先特別感謝 當我騙的是B站一位叫董小鵬的頻道 看了他的頻道 發現他不只是搬運我龍者鬥龍影片 也搬運我了1995年ZRPG推薦的系列三部影片 所以被搬運的影片一共四部 而且除了我影片之外 赤虎跟孫慶樂的影片也拿去到 整個頻道內容主題亂七八糟 也就代表這個頻道主 也真的就只是搬運 不像知名YoutuberXD 遇到是連假裝本尊那種倒了很徹底的頻道 所以我看完也是覺得蠻好笑的 就算要倒也是到同一個主題領域 一個頻道一大堆不同領域的內容 對流量成長反而不是好事 而且倒片仔也真的不懂經營 不過既然被搬了 你就看一下我的影片在對岸觀眾的流量如何 龍者鬥龍影片也是反應最熱烈的那部 底下有一個留言是 內容很棒但是口屁一堆覺得很難受 好啦我知道啦 下次會減少O2比例啦 吼 至於1995年這RPG三部影片就沒啥人看 某種程度也是讓自己知道 自己的影片在放在對岸大概會怎樣 總之一事情大概像這樣子 接下來聊聊我對這件事的感覺吧 或許有觀眾會問 你不生氣嗎 當然不開心啦 沒有人對自己的作品被倒去用會開心的啦 只是我並沒有特別不開心 發生那種哭笑不得的狀態 我當時收了email的時候呢 我腦中想的是 我覺得我目前頻道大腳 實在沒有什麼被搬運的必要啦 因為聽到的災情都是那種大大等級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不是大大 所以就算搬我的影片也不會受到什麼副作用吧 總之心情呢大概就是那種信入止水的狀況 而某種程度來說呢 也不見是個壞事 怎麼說 首先呢既然會被倒片 那就代表對方覺得這部片有流量價值 如果沒有流量價值也不會倒 我不是那種頂級youtuber 那種一部影片隨便都可以十萬起跳觀看那種 對方要倒也是倒我影片裡面哪個最有價值的 所以說被倒走的影片呢 某種程度來說是對我影片的肯定 雖然說這種肯定方式實在撐不上多開心就是了 真要肯定就來訂閱我的YT訂閱按讚啦 第二點 倒我片的人呢就真正是搬運仔 如果倒片仔只倒我的影片 甚至頻道名也倒我的名字 假裝我在B站經營的話 這個就很嚴重囉 就要趕快處理 而且這會影響我的生育 又這個倒片的人就單純只是搬 而且搬的影片也不止我一人 加上頻道裡面沒有特定式的主題 就只是個搬運片倉庫 所以這頻道要紅也不太可能 也順便利用他的頻道來觀察我的影片在B站流量也不錯 第三點 做影片是為了未來可能商業發展 從2022年秋天開始做影片 我就沒有打算靠YT的廣告分論賺錢 因為太不切實際了 要靠廣告分論賺錢呢 基本上每個月要有幾十萬以上 這幾百萬以上的收看數才有封後收入 我覺得我幫不到 而且如果要追流量跑 最後也逼著我做不想做的內容 所以我做影片呢 主要是做我想做的內容之外 還有怎麼寫內容 剪影片 想題材 如何增加產出效率等各種練習 未來熟練之後呢 我可以思考一些商業模式來賺錢 只是現階段對我來說 持續練習做影片的技巧跟效率提升 還是最優先課題 接下來做的影片呢 就是歡迎大家來看 然後內容是不是觀眾看了會開心有收穫 才是我比較重視的點 如果是我的付費相關內容被倒走 那就嚴正處理了 至於免費呢 我就比較寬心一點 以上就是事情發生後我的心情啦 至於未來要怎麼處置呢 基本上已經搬運影片呢 也沒啥辦法 畢竟之前赤虎跟插機也用過一般的檢舉 那幾乎沒什麼效果 雖然我現階段不是很在意被搬 但是再怎麼說也是自己寫稿 收集素材 剪接後吸引結晶嘛 也不能讓對方繼續白嫖我嘛 所以我應該會參考之前插機教的方法 在影片中置錄一些 魔法咒語 還以防萬一啊 如果只是遇到 這是這種普通搬運仔 那就還好 但是假如遇到那種仿冒我的名義 開始頻道的話 這些措施呢 就可以配上用場了 不管怎麼說 這種搬運行為都是很糟糕的事啊 不過這部影片呢 暫時不會上魔法咒語 下部才開始加 畢竟這影片就是吐槽搬運仔的 應該不會跑來搬運這影片 如果對方敢搬 我也蠻佩服他就是了 所以要來說說感想吧 比如說對岸 撇開地理歷史之間的恩怨的話 在遊戲頻道上面 雖然有很棒的遊戲主題創作者 比方說在內容非常深入的遊戲通建 跟集合網 在講故事上面呢 有大家熟悉的老孫跟壞兒子的角落 像格鬥遊戲的解說 我個人蠻喜歡醉影的頻道 懷舊遊戲呢 也有油顏色等等 還有在遊戲見賞內容 也非常細膩的正妹頻道主雷亞 雖然他不是住在對岸 是住在北歐 以上這些頻道的內容創作 都是我值得認真學習的對象 所以在遊戲相關的部分 我是不會對對岸太反感 只是因為那邊的人多的關係 厲害的人很多 相對的 倒片宅跟不怎麼樣的人也很多 大概是無法避免的情況 只是覺得 一個自媒體要常常啾啾建議下去 最終那就是靠經營者的本事 這種旁門左道呢 最後還是我被反噬的 現階段呢 我不會對倒片宅做什麼動作 而且想做也做不了嘛 畢竟之前的影片呢 都沒有發魔法咒語嘛 等到之後有什麼狀況呢 再觀察看看吧 在這邊呢 也感謝觀眾願意捧場我的影片 也會繼續說下去的 順便提一下 自動走動三代的內容呢 我三月會錄期更新哦 請大家敬期待吧 這次影片呢 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呢 請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